台灣人愛吃蝦 料理方式五花八門 在桃園大溪 有一家蝦料理餐廳 店家用的是 攝氏500度高溫的黑膽石 燒煮泰國蝦 燒出來的蝦肉 沒有想到出奇的鮮甜彈嫩 搭配米酒燉煮的燒酒蝦 冬天吃起來更加的美味養生 年輕老闆吳炯君 創業路走得非常崎嶇 他說 剛出社會因為公司經營不善 欠下了上千萬的債務 但是在一次的旅行當中 他發現到蝦料理的潛力 回台之後放手一搏 再次翻轉了自己的人生 它很特殊的石頭 所以它一般煮食的過程中 大概要十分鐘十五分鐘才會熟 但是在用這種石頭 在烹飪的過程中 大概只要四分鐘它就可以熟 以攝氏500度高溫的石頭 悶燒出的新鮮泰國蝦 一上桌鮮味十足 一上來整個氣都很大 然後這個視覺效果真的超讚的 這道菜吃起來 吃完之後會讓我覺得 有點全身充滿能量 讓客人充滿活力的料理 還有微辣鮮香的椰漿咖哩蝦 適合秋冬品嘗的燒酒蝦 和沒有過多調味的鹽焗魚 還有經過大火煙燻 龐龐龐龐的撞原貴飛機 澎湃好料不僅是客人聚餐指定的美味 更獲得2019年桃園縣政府精采好店的殊榮 蝦肉彈性滿Q的 然後熟度剛剛好 因為本身對蝦也是過敏 我會過敏 但是來這一家吃 我常常會帶家人來一起吃 位在桃園大溪的蝦料理餐廳 老闆吳炯君從小就愛品嘗海鮮 招牌石頭蝦選用水質好品質穩定 全台產量最大的屏東泰國蝦 每隻蝦子硬大肥美 要讓牠吃來Q彈不柴 石頭就要先燒得火熱 我們的那樣蝦裡面是用黑膽石 還有一個是遠黃外線的石板 那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先將石頭跟石板 加熱到大概四五百度 那用我們的遠黃外線以及溫度 然後促使我們的蝦子變熟 燒好的石頭放入鍋中 再將一整把新鮮泰國蝦 放入熱呼呼的大鍋裡 蝦子被上百度高溫石板燒得 滋滋作響濃煙四散 接著淋上威士忌 酒水被高溫嗆出濃郁酒香 鮮香又人 一開鍋現場立刻散發出濃濃的酒香韻味 鮮紅蝦肉表面被燒出焦香 肉質吸收烈酒香氣 吃來緊實彈脆 味道相當鮮美 蝦肉真的吃起來很甜 真的很甜 真的就完全吃得出這個蝦子 它的原始的味道 味美鮮香的還有燒酒蝦 用鍋子盛裝香醇中藥湯汁 鍋圓再掛上一支支鮮紅肥美的泰國蝦 外型看來特別吸睛 粉嫩嫩鮮蝦吸飽湯汁 蝦肉結合中藥氣味 吃來味濃鮮香 喝一口完全不加一滴水 純米酒燉煮的湯頭 酒香四溢 蝦肉很鮮甜 對 那配合酒的香氣 像我是不太敢喝酒 可是它是不加一滴水 但是它喝起來就是很順口 非常的香濃這樣子 在廚房料理美味的老闆吳炯君 從小就對當老闆滿懷憧憬 退伍後看見Motel商機 決定放手一試 剛好因為有機會 那在大溪是一個觀光城鎮 那它的遊客 它的旅遊人數又多 所以我們就退伍之後呢 就貸款大概一億多 來做這個汽車旅館 但是創業後才發現 汽車旅館成本回收慢 背負了巨額貸款 讓它身心俱疲 有時候覺得 哇 這麼多的貸款 什麼都在還的嘛 每天有時候 半夜會睡不著覺啊 然後一直在失眠啊 一直在輾轉不停的煩惱 頭一次創業就欠下大筆債務 為了及早還債 它竭盡所能 於是回想起新加坡旅行 品嘗到的東南亞蝦料理 想借這股美味東山再起 東南亞這個部分 是因為剛好 英文學去過第一次第二次 然後都剛好品嘗到 這美味的這個螃蟹料理 那這口味之後 為了這個東西 我還去那邊跑了十幾趟 最後把這樣的產品 在我們店裡面呈現給 然後其他的消費者 這道椰漿咖哩蝦 就是他遠復新加坡學來的美味 蝦肉裹上鮮紅醬料 散發誘人鮮香 吃來肉質軟嫩 微微的香辣很夠味 蝦肉彈性滿Q的 然後熟度剛剛好 它有一個就是配搭麵包 那配搭的時候 它的沾醬就跟麵包很合 客人推薦的還有鹽焗魚 單純塗抹鹽巴 味道噴香鮮美 那因為我們雖然說 只是這個台灣雕 那因為我們是三泉水養殖 用最簡單的方式 那沒有再特殊的料理 那保持它的原味 鮮香的鹽焗魚 把取烤後的鹽巴和魚皮去除 露出白皙鮮嫩的魚肉 經過鹽巴包覆 緊緊鎖住肉汁 吃來軟嫩鮮香 讓原住民朋友都懷念起家鄉味 像我們原住民的話 通常這種鍋魚 我們都會放那個馬告 肉質呢很Q 很新鮮 我會覺得要配飯滿下飯的 對 比較會開胃 讓客人垂鹹的料理 都是吳炯君首創的後族民 從前為了夢想付出龐大代價 讓人生背負沉重的債務 但他也從中獲得了不少省思 現在欠債大概四五千萬吧 壓力一定是有吧 但是就是說 至少我的資產債 我的工作債 學長姐的高中 做中學 學中做 然後做久了必然會成功 因為慢慢學用心做 吳炯君善待客人的心始終不變 像是熱賣的撞原貴飛機 使用台東放山雞 純粹以甘蔗煙燻 手法簡單卻能品嘗到 雞肉的原始風味 金黃鮮香的苦雞肉 雞皮彈韌有煙燻香氣 肉質軟而不柴 能吃到柔軟微鹹的雞丼 讓人意有未盡 它是甘蔗煙燻的 然後吃起來肉質很嫩很Q 不會像一般的雞這樣子 吃起來爛爛的 看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吳炯君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 雖然距離成功 還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 但未曾放棄想實踐的心 我想我只要真心對待每個客人 用最好的食材給客人 那在我的工作上 做好我分內的 應該做的事情 那一歸腳印 我相信成功指日可待 只要不放棄 認真打拼 吳炯君肯定能透過手作的美味 為自己和家人及早圓夢